哎 大家好啊 那个上一星期学的都还给我了吧 咱们这样吧 咱们每堂课呢 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呢 再复习一下 咱们这样吧 咱们抢答好不好 上节课呢 咱们首先概述了 现代数码相机的天生缺陷 我呢一共总结了四点 谁来说一说 每个人说一条吧 第一个缺陷是什么 变形 变形的是镜头 咱们现在谈相机 颜色 对 颜色 为什么颜色还原是个问题呢 好像是green什么 对 讲了一个bier排列 就bier filter 它呢是用一个蓝色 一个红色和两个绿色 来排列的 有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记一下 所以呢它对颜色 尤其是这个绿色 还原呢 有缺陷 好 第二个呢 色温 色温 对 不同的色温 情况下拍下来照片呢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呢 它是电子信号 对吧 所以呢 多多少少都会 都会loss掉 好 最后一点是什么 噪点 对 各大这个相机厂商呢 为了把这个HDR Dynamic Range 拉得更宽 所以呢 它造成的这个缺陷 就是这个噪点 好 刚才有人讲的这个变形 那是镜头的这个缺陷之一 镜头呢 我一共总结的有三个缺陷 另外两个是什么 鸡变 鸡变刚才谈了 然后第二点呢 周围都是黑的 那是叫什么 按角 啊 周围有暗角是不是 哎 暗角 对了 然后最后一 最后一个缺陷呢 好像是那个 白色 那个那个 那个紫色 紫边色散 对了 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这个色散 是对比度 比如说 你照外面那个树枝 那个树枝呢 很容易就出现 这个这个色 那个紫边 因为它 白黑的对比度 特别大 好 呃 RAW格式和JPEG格式 对于后期来说 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建议 一定要用RAW啊 RAW上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是什么 呃 它不会丢失 对 这个keyword是什么 Lossless Lossless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这个word 的话 keyword Lossless 就说你照相的时候呢 假如你是用JPEG 照相的话呢 那么你呃 光线不够 那在后期呢 呃 可能 拉回来 把光线拉回来的 这个可能性 比较小一些 但是相反 假如你用 用的那个格式 是RAW格式的话呢 暗点没关系 色彩调了 不正确 也没关系 我的后期呢 都很容易的 给它拉回来 因为这个RAW格式里面 包含了 所有的information 它为什么叫 Lossless 好 呃 在 一般来说 呃 什么 有一个turn 它这个turn里面 包含了 那个 这张照片的 光圈 快门 还 以及ISO的参数 这个turn是什么 Exif Exif 对了 然后呢 什么 另外一个turn 包含这个 copyright information呢 IPTC IPTC 对 好 希望大家上完这些课以后呢 对这个turn 应该 应该 应该熟悉哈 好 具体到 Lightroom 我们介绍了一个 Solar Mode 在 左边的Panel 和右边的Panel 都可以运用这个Solar Mode 它的作用呢 就是说 你不要 不需要把每个 那个菜单都打开 那怎么才能把这个Solar Mode Enable呢 是Offer 或Click 是吧 对了 Alt 然后那个Mac上是什么 Option Option 你左手 按一下 Alt 在Windows上 或者是Mac 上面呢 按一下 那个Option 然后呢 右手 再用那个键 在那个Mouse 那个Pointer Click那个三角 它就会变成 这个Solar Mode 好 然后咱们介绍了几个Short Cut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Short Cut 就是叫Dim 就是把照片的周围 给它光线 给它变暗 这是一个什么Short Cut L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记住这个Short Cut 非常管用 L的话可以按几次 按第一次的话呢 它会周围是 会Dim 20%到30% 然后呢 你再按一下L的话呢 它就会全部变黑 然后你第三次按下L的话呢 它就会变回来 好 看来大家都学得不错 都记住了 咱们今天呢 利用这堂课和下星期的这堂课呢 来专门介绍 Lideron里面的Library Module 就是数据库 Module 首先呢 我上回给大家布这个作业 让大家把这个Pathor这个feature呢 尝试一下 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先回到我的这个camera 大家看到我面前呢 放了一个相机对吧 然后呢 这根蓝色的线呢 就是专门用作这个Tether的 它一头呢 是这个USB的接口 另外一头呢 这个是叫Micro 好像是Micro 这个Micro这头呢 是插到相机里头 它有专门的接口 然后呢 这一头呢 USB呢 插到 我一般是插到这个Laptop 今天为大家演示 给大家演示呢 我就插到我的PC上 好 我把我的Lightroom打开 在Windows下面呢 是在File 大家一起操作 File 然后呢 找下来 这个地方 有个Tether Capture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再往右拖 就 Click Start Tether Capture 好 你要Enter 这个Session Name 比如说 咱们今天是 4月14号 2021 对吧 然后呢 下面有一些 Information 比如说 你这个希望 这个照片的 那个Number 从什么开始 我一般喜欢用 1101 大概用其他也行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Destination 就是说 这些照片呢 会 Capture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 它的Default呢 是在你的C Drive 你可以用成D Drive 没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Tether Capture 这个Feature呢 又是另外一种 形式的Import 就是说 它可以把照片呢 从相机里头啊 给它Transfer到 你的 那个电脑里头 它也是一种 Import的方式 好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输入 任何的Keyword 方便你来管理照片 比如说 咱们可以 Enter 这个Training Lightroom 甚至可以 把今天的日子 给写上去 好 然后呢 你Click OK 假如说 你的相机 和这个Computer 连接起来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 这样一个Window 这就是Tether的 一个Window 它现在呢 说No Camera Detected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要Trick一下 比如说 你可以把这个线啊 USB啊 给它关上 重新插一下 或者呢 把相机 给它关上 再打开一次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 它就能Detect到 你的相机 看到没有 它马上就Display 佳能5D4 对吧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能Display 其他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 像 这个光圈啊 ISO啊 之类的 大家看到没有 好 现在呢 这个Tether呢 就Enable了 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呢 就是开始照相 比如说 我首先呢 可以按一下快门 照完以后 这个照相机呢 就会把这张照片呢 很快的 通过这张Cable 转 Transfer到你的电脑上去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这个电脑了 这个照片了吗 嗯 好 这是一种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呢 你 不需要去碰这个 这个相机 你可以直接在电脑上 看那个我的鼠标 奇妙 直接点击这个大圆圈 咱们把镜头换一下 然后呢 通过这个大圆圈呢 来照相 这就是你的快门 然后我按一下 你就知道 它也在照相 就说你可以 通过两种办法来照相 大家看一下 第二张照片 就很快的传过来了 它还在传啊 因为我的那个相机的resolution 放得很大 所以它take some time 另外我想讲一下 就说 Lightroom呢 它这个 这个tool呢 是一个free tool 假如你不用Lightroom的话 你用其他的 那个Tethering tool的话 是要花钱的 我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Tethering呢 就是一个another way to import a photo 你要make sure 这个correct cable is used 一般来说 假如你的相机 支持Tethering的话呢 你买相机的时候 这个cable是应该在 你的那个box里头的 假如说 你不记得了 你可以回去找找 肯定是有这个cable的 这个蓝色cable 我手里这个蓝色cable 不是它带的 它带的那个cable呢 一般是黑色的 它比较短 可能只有6个6ft 也就是差不多是 1到2米 1米多一点 我呢是特意 另外购买了一张 比较长的 可能有 7、8米长的这个cable 然后呢 假如说大家记得 想记得这个 这个Tethering的 那个shortcut呢 它叫F12 也就是说 你按一下那个function 12的话呢 它可以 也可以达到 那个按快门的 这个效果 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 这个Cethering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非常简单啊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往下走啊 首先呢 咱们要着动 花点时间讲一讲 lightroom里面的 general preference的setting 这是非常重要啊 上两个呢 有人问到 怎么设 这个变 把这个语言给变了啊 我把这个相机拿走 今天咱们 讲一下 怎么把 这个语言设置 然后呢 还有memory卡的设置 以及这个lightroom的 这个watermark的设置 还有background的color设置 好 咱们首先来讲一讲 这语言的设置哈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变成英文 这样的话呢 可能上课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你要假如说用中文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首先 这个preference在什么地方呢 在window下 它是在edit 往下走 有这个preference 然后呢 Mac的话呢 可能也是在edit下面吧 谁有Mac的说一下 找什么呀 天单 找这个preference 这个setting 看到我的键头吗 我是Mac preference 对 preference 我这个好像没有哎 你是什么 Mac是吗 对呀 我的是Mac 那个上面的lightroom classic file edit preference preference在Mac上 是lightroom classic下面 对呀 哦对 总是吧 在lightroom classic下面 对对对 看到了 看到了 OK 好 我大家都点击一下 这个preference 好 那么lightroom的preference window呢 就会display出来 这个window呢 比较大 咱们慢慢讲 首先 大家click第一个这个tap 叫general 看到没有 它的第一个选项 就是language 你点击一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语言 我希望大家都改成英文 这样的话呢 方便我们教学 好 大家都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english 好 第二个地方我想提到的呢 就是这个default catalog 希望大家都用这个option 叫load most recent catalog 就是说你上一次 把lightroom关掉的时候呢 假如你今天再打开的话 他会把你上一次用的那个 catalog 重新打开 是谁在一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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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mute一下 好像是那个iphoneHC iphoneHC 我把它弄板 先mute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想大家 那个pay attention的地方 在general下面 好 希望下面呢 大家click第二个tab 叫preset 这个preset啊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因为怎么呢 咱们以后要学这个 这个 水印 watermark 到时候你需要 把这个水印给它改 给它改 edit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 用什么地方去找这个水印呢 今天呢 我想告诉大家 大家click 看到我的鼠标器没有 这有一个menu option 叫show lightroom preset folder 大家点击一下 lightroom呢 就会把 lightroom所有的preset 给你display出来 首先他会 highlight这个lightroom 大家都到这一步了没有 到了 好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lightroom 把它打开 这个就是所有 lightroom下面的preset location 其中有一个呢 到处第三个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watermark 这个folder 这就是你所有的水印的这个watermark 我这好像没有啊 因为我是不是还没有这个新的没有setup 所以他没有 对 假如说你没有任何watermark的话呢 你这个是 是一个空的啊 这个咱们的教到后来要那个developer那个module要讲 这是一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哈 到时候你有像我这样太多的watermark 你不需要你需要delete的几个 你不知道到哪去找去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location 还有一个location呢 就是咱们要讲的这个preset的location 你还记得大家 大家还记得我让大家把那个三个folder都下载下来吗 其中一个就是preset 到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preset呢 考到这个location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个window的关上 这就是lightroom的preset folder 好 咱们点击一下第三个tap 它是external editing 也就是说 假如你在lightroom里面呢 install install其他的这个thirdparty插件 比如说 你把photoshop作为一个插件 装在这里头 或者是把以后咱们要学的on1 或者是nickcollection 装在这里头 这样的话呢 这个tap就可以让你来做些管理 比如说 你这个file size要多大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比如说 这就是我lightroom里面的所有插件 有很多 不要confuse 所以让大家看看那个 其中一个就是lightroom4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咱们上一节课讲到的 大家看看 你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define 假如你用lightroom lumina4去编辑照片的话呢 加工照片的话呢 它产生一个file 它的file的format是一个什么format 在这里方是tiff 然后呢color space是多少 然后呢resolution是多少 是不是要需要compact 压缩 在这地方呢 都define好了 然后呢 再往上看 假如说我刚刚提到了photoshop 这上面这一栏呢 是专门给photoshop用的 它的file format color space 还有resolution 还有那个compression 就是说 这个external editing呢 就让你管理所有 lightroom的那个插件 当然了 假如现在大家手里 没有什么插件的话 这里可能是空白的啊 好 这是这个tap 咱们再click 下面这个 是我有个question 请讲 假设说我有那个 AI denoise 就是那个 types denoise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 你说是那个topaz的对吧 topaz或者那个 那我知道选什么呢 你说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我现在的是custom 你看了这个topaz的demo是没有 你说我现在要选这个是吗 不是 你是想来干嘛 比如说你想把这个 我应该选了一个 不知道我应该选了一个 我有那个nix 也有这个topaz 没有没有 我没有明白你的那个问题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每次都要到这来set一下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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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假如说你下载了任何的这个插件的话呢 它来的都会在这儿 automatically记载了 什么什么时候你要去给它到这点改呢 就是说假如说你的resolution要改 比如说我不想要300 我要200就够了 我嫌它的filesize太大 对吧 或者呢 它的fileformat 我不想用tiff 我用jpeg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到这来改 但是我建议就是说 你就用它的default 它tiff是它的default 然后300是它的default 你都用它的default 还有这个 这个 我是240default 什么 我default是240 240是吧 OK就用240 假如说你嫌它的resolution不太高 你可以用300 一般来说300是最高的了 OK 回答你问题没有 OK 好行 好咱们再接着看这个下面一个tap file handling 我估计大家用这个用的不多 假如说上回谁是李丽还是谁 提到了就是说 它的lightroom不是更不是最新的 它没办法去直接用那个c 佳能的那个rawfilecr3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 佳能的cr3这个rawfile呢 给它改成dng的file 然后呢在input到lightroom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screen去管理这个dng的file 比如说 JPEG的preview 你有medium size还是full size 然后呢你的camera raw是用哪些这个版本 以及这个小写大写的这个extension 这个关系都不是很大哈 这是dng 然后呢file generation 它这个语令太细了哈 咱们呃不需要去 这下面这个就不需要看了 这是file handling 然后呢下面呢 in the face 这个这个页面呢 我想让大家记住的一个地方就是 在background 大家看到这个background了吗 yes or no 看到了 ok好 这个地方呢 就define了 你lightroom里面照片 周围的color 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color是什么color啊 黑色的 没有没有这个照片外头这一层 白的 白色的对吧 哎假如说你不喜欢白色 你想要灰色 怎么办呢 哎在这个地方改 比如说我改成黑色吧 看到没有 lightroom马上就把它改成黑色了 哎有人说我不喜欢黑色的 也不喜欢白色的 没关系 你用这个这个medium gray 这是它的default 它马上就给你变成了这个灰色的 大家自己试一试好不好 现在用自己的lightroom试一下 把这个照片后面的这个background稍微改一下 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的 好 咱们下面再click performance这个tap 这个地方呢 我要大家paintention呢 是下面这个地方 叫catalog setting 我上次课讲了哈 假如说你用lightroom用的很多的话 lightroom里面包含了很多这个照片的话 比如说上万张照片 你的lightroom呢 就会出现 slow down performance 问题 就会很慢很慢 就会很慢很慢 lightroom呢 给你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performance improvement的一些option哈 其中 其中 我想大家看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option 大家都点击 点击一下 这个button叫optimize catalog 他就出现这样一个window 我前几天做过做过一次optimize 他就告诉你你做了一次 你还想重新做吗 假如说你有很多照片 我建议大家时不时的要optimize 比如说一两个月做一次 click这个optimize button 他就会给你把这个performance呢 做一些improvement 好 这是 catalog的improvement 另外还有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catalog setting 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尽量记一下哈 就是说 你的catalog这个file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catalog setting呢 就会告诉你 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的catalog catalog setting在哪个 是还在那个 就在刚才那个地方 重新来变哈 performance 那个perference对吧 在这performance 下面这两个button看到吗 optimize catalog 然后右边这个呢是go to catalog setting 对你点击一下 他就出来了 看他的 这个 这个 进去 这 这个 这个 标准了 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我要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记忆 当你每次 把lightroom给关掉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会问你 你要不要backup 你的catalog 还记得吗 有没有印象 他的 他的default 他的default setting 是 他会问你 看到没有 应该是这个到处第二个 Every time lightroom exits 就是说你关掉lightroom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 根据我的经验哈 假如说你的硬盘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就改成那个never 就是说你不需要做那个catalog的backup make sense? yeah make sense 天老师他这个backup 是backup到上面这个location吗 你可以选择location 你可以选择同样的hard drive 也可以选择external hard drive ok 好 这几个地方都不需要pay attention 好 就这个地方 你可以close或者是cancel 那么回到这个 perference 这是performance 这是performance 然后呢 来动cc哈 这个地方呢 假如你 是用的他的cloud版本的话呢 这个地方 就是让你去把这个照片呢 给给你的cloud storage 给think up 比如说你要把你的名字 你的你的账号啊都填进去哈 然后呢 click 然后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把你这个 电脑上的照片呢 跟你云端的照片呢 给他think起来 啊 我的版本是 是standalone 所以他没有这个feature 好 呃 这是 neward neward不用管 天呆 那个 那个我 我这上面也没有这个东西啊 哦 有lightroom sync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lightroom sync 对对对 最后你要看仔细的话 你看最后 最后 最下面一行哈 叫think activity 对吧 然后你没有做think的话 它都是zero 你可以去think 呃 大家买的那个版本 都是有 多少 twenty twenty 之类的吧 啊 好 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呢 就是说 你改动了任何的 这个preference 里面的任何的setting 你都必须 把lightroom 重新restart一下 它才能take effect 比如说你把语言改的 改成英文 对不对 你把它click ok 一看 怎么还是中文呢 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lightroom 重新restart 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一定要点击一下 restart lightroom 它才把这个你的change take effect 好 呃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个上面怎么就没有restart lightroom 没有吗 反正我的没有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你我估计是你要manually start 对有可能 anyway 这句我在想 要想cover的这个preference这个setting 好 咱们下面呢 要 要 来 做一次真正的import 大家记得上一节课咱们做了import import呢有两种 加上今天讲的tethering 一共三种import 对吧 除了tethering以外呢 我们上个星期做了这个叫什么 叫add option 就是说这个照片呢 已经physically在你的电脑上存在 你只是想把照片呢 这个reference到lightroom里面去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是咱们上期可以介绍的 用add这个option 不需要把照片给移动 今天呢 咱们要做的呢 是用第二个option 而第二个option呢 是大家可能会经常用的 就是说你拍完照去去去去 anis拍完那个蓝帽花 啊 回来以后呢 把他照片呢 从memory卡上 取出来 要import到这个lightroom里面去 咱们下面呢 就做了这样的练习啊 呃 大家都有这个SD对不对 都把你这个SD卡呢 插到你的电脑上去 好 我也把我的插上去哈 好 我把我的lightroom给放过来 当你把SD卡插到电脑上去以后呢 他自动就detect到 呃 你有这个SD卡或者memory卡 他就把这个import的这个这个界面呢 打开了 假如说 我manually 去把这界面打开 怎么打开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short card了吗 我会有这个时间的 没错 在windows上呢 是 Ctrl、Shift、I 在Mac上呢 这Ctrl、Shift、I 在Mac上都是什么 都是command 所以呢 在Mac上是 shift、Command、I 这个short card一定要记住哈 好 大家就看到这个界面了吗 还有谁没有看到这个界面 你那个大家都说对啊 这是只有55张照片 好anyway 咱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界面 好 跟那个上星期讲的这个add option一样 左边是这个source 就是你的照片从什么地方来 大家看了没有 现在是在你的SD卡上 所以他把这个我的SD卡给了highlight起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地方 假如说你不想从那个SD卡上 你可以从选择其他地方 这左边 中间是他能找到的这SD卡上所有的照片 现在是一共是52张照片 好上期咱们也讲到了假如说你只想input其中的几张 你可以用这个uncheck all来deselect 然后呢在menu里选这照片你要imput 那default一般都是select all ok 好 我这只看到了六张新的 因为是我 原来是五张 然后后来就是 我又是重新download的是63张 我搞不清楚了 反正我开始58张然后63张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好吧 但是现在我到那个地方以后 它只受了就是说六张没有全部 因为他知道你已经那个imput过 现在别担心 现在我先把它界面讲完 大家看了没有 make sure你这个上面这个option呢 是copy而不是add 什么时候是add的呀 假如说你这个照片呢 已经存在这个电脑上 他就会用add 现在呢 你是点击这个memory卡 它是copy 好 这是中间这个panel 好 咱们下面花点时间讲讲右边 这个panel 这右边panel呢 就是这个destination 它这个界面很好理解 最左边是source 从哪来 有哪些照片 然后呢 右边你要到哪去 好 好 咱们从上到下慢慢讲 首先第一个type呢 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界面很大 对吧 咱们要用上 咱们上几个讲的solar mode 对吧 所以呢 我 左手摁一下alt 然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三角 好 它就变成了solar mode 对不对 好 我先把这个 这个file handling 打开 大家都跟我一起做 就是把它变成solar mode 不然的话你的右边太太crowded 好 咱们首先看这个file handling 第一个option built smart preview 什么叫smart preview呢 这个 什么 这样的话 来得到呢 就会 一个 一个 东西 什么 在你的lightroom里头 下一回下一次 你假如说没有把这xnode drive 给他在那个computer连接起来 也没关系 他可以利用这个smart preview 把这照片display出来 我想大家一般都是 都是在装在自己的hard drive上 所以呢我不建议 click这个 这样比较 save你一些space 这就是smart preview 好 第二个选择呢 是说suspect duplicate 假如说 他觉得这个照片你已经input过 他就不让你input 假如你想用这个feature的话 你可以点击 一般都不用理他 好 下面这个feature 假如说你是拍一些 非常重要的event 比如说婚礼 一些会议比较重要的话 你怕这个照片丢失 那么我建议大家用一下click这个 这个 就是说你input的时候呢 他除了把照片input到你的电脑上去 同时他再给你copy到另外一个xnode drive上去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两个copy 好 但一般的情况呢 不需要 好 最后一项呢 就是add to collection 就是说 collection咱们待会再讲 这个呢 一般就用不上 咱们 好 这个就是file handling的option 有什么问题吗 好 咱们再看第二个tab 第二个feature 叫file renaming 也就是说你input了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你可以 按照你的指令 把照片呢 把照片的file啊 给它改名字 这个名字呢 是由你自己来定义哈 根据我的经验 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名字改为好 就说你就用你照相时候的这个名字 这样的话呢 万一你需要到那个照片去取这个 这个original file的时候呢 方便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你去拍一个婚礼吧 你拍了上千张照片 一千张照片 然后呢 你下载到那个input的lightroom以后呢 你都把它改成名字 改成什么 比如说 jenny wedding 然后呢 从一开始 好 你编来编来编去编来编去 后来你只选择了 其中一百张照片 好 但是你把这个照片给你的customer present的时候呢 他想 我需要这样照片 然后呢 你customer看到的照片呢 是你改了名字以后的照片 比如说jenny wedding 101 对吧 然后呢 你这样照片呢 你要把这个original file去找的话呢 假如说你 把他名字改的话 你就take a lot of time to find the original name the original file 就不方便你去找 这个原片 假如说你的名字 没改的话呢 就非常容易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tip 假如特别是你 照照相照了非常多的时候呢 就不利于你去 找原片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名字改了 就干脆去用他的original name 好 这是file renaming 第三个 叫apply during import 就是你在输入照片的时候呢 你想让Line room 做些什么事情 呃 这地方呢 我想让大家做做一个练习哈 大家看到中间这个 这一行叫metadata 对吧 大家看到的是none 对不对 好 我让大家都选择一下new 也就是说大家去建立一个metadata 好 当你click一个new的时候呢 这个Line room呢 就会pop up这样的一个screen 大家都看没看到 yes no yes 好 这个就是Line room里面的metadata的preset 呃 大家都把这个name啊 改成你的名字 加上一个basic 比如说我就一个哈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 我的就叫丹田basic 他没有dispay出来啊 没关系 我再click new 好 基本上呢 就是把这个名字 改一下 包含哪些information呢 这个是让大家自己选 但是我希望大家这个选的呢 是 这几个地方 假如说你不想basic information 你不想要的话呢 把它uncheck 你就不需要选这个 然后呢 camera information 也不需要 我想让大家选的是这个IPTC 呃 copyright 大家都看到第四个选项 大家都看到第四个这个win 选项吗 IPTC 摩刻97 这个地方呢 爬上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假如你有自己的website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website写上去 好 大家看第二个没有 有一选项叫copyright status 这个我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这个checkmark呢 uncheck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了黑色 就是你不需要选这个项 下面都不用选 就是说 大家只要把这个copyright information写上去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地方你可以uncheck 好 click create 它就会来这种就会给你create这么一个preset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你导入照片的时候呢 你选择这个你的preset 来这种就会把每张照片 都打上你刚才那个preset里面定义的那个information 包括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这个copyright information 每张照片都会有这个information 每张照片都会有这个information make sense yes no 这个information是暗藏的 不是不在那个照片上售出来对吗 没听清楚再讲一遍 就是这个information是在 像照片的 它不再显露出来 它是在 它是它的metadata 怎么看它的metadata 咱们待会再讲哈 好 大家都create这么一个preset了没有 yes yes ok 好 行 好 这是metadata 好 下面这一行呢 是keyword 这个keyword呢 是在这个lightroom里面的那个library module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lightroom是通过这些keyword 来管理照片的 假如说 你没有这些keyword的话呢 到时候 它就不可能去 通过各种办法来 帮你管理照片 所以呢 你在导入照片的时候呢 一定要 把这些keyword呢 给输进去 这样的话呢 才方便你以后 来管理照片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 写上 training lightroom 以及今天的日子 看 大家都按照 这 我的屏幕上这些字哈 都写上这些keyword keyword呢 和keyword中间呢 是用doh号来 给它separate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就打了三个keyword 第一个是training 第二个是lightroom L2 第三个是日子 好 大家都 说进去哈 好 这个呢 是第三个tap apply during import 咱们再讲讲 第四个 也就是destination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假如你这个地方没有选择正确的话呢 你后面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麻烦 好 首先第一个 假如说你想有一个subfolder 你要check这个地方 你要check这个地方 我一般 每个人哈 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preference对吧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 我是直接把这个照片呢 放在这个drive下面 比如说我的照片都是放在fdrive上面 然后呢把我的fdrive打开 然后呢把我的fdrive打开 最高的这个hierarchy 是年 然后呢你在这个年下面 你再建立你这个folder 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讲的lightroom training 你要一定要make sure这个 intosubfolder这个checkmark要check哈 这样的话 lightroom就会在这个你选择的这个drive下面 给你去建立一个一个新的subfolder 大家看一看哈 这个我往下拖 往下拖以后啊 看看 哦你要点击这个 这个一定要highlight这个年这个folder哈 这样的话大家看没看到 lightroom呢 就 automatically给你建立了一个folder 这个名字是你刚才enter的 看没有lrlightroom training 它现在呢是写体字 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没有真正建立 它准备建立 但是还没有真正建立 这样的话 lightroom 就会把所有的这些55张照片呢 都给它移到哪去啊 移到你指定的这个fdrive 2021这个lr on the school training 到那地方去 所以大家我再强调点哈 要make sure 你这个subfolder呢 要选择一下 然后呢 你输进去这个subfolder的名字 第二步 第二步非常关键 要指定到哪个drive上去 我是用fdrive 然后呢 在fdrive上面呢 有一个2021 好 现在呢 大家是第一次做这个是吧 我希望大家 选择你pc上的 c或者是d 假如说你的cdrive不够大的话呢 我建议你用ddrive 然后呢 在ddrive上面呢 先建立一个2021这个folder 然后呢 在2021下面呢 再用这个lr on the school training这个folder 当然了 假如说for这个training purpose 你都不需要用这个2021 你直接可以在你的ddrive上 建立这个lr training就可以了哈 但你自己要知道是在哪 any questions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哈 一定要把这个这个照片给导入到 你想要的location 好 假如没有question的话 我另外强调一点 大家看到这个intosubfolder 我的鼠标的地方哈 下面有个地方非常关键 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犯了毛病 他有一个叫organize 他有很多选项 他default呢 叫by date 我建议大家把它改过来 不然的话呢 你假如说你导入的次数多的话呢 他每次都会给你加一个 这个日期做一个subfolder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的照你的照片这个 那个structure啊 就弄得非常的 那个复杂 不容易不方便你去找找到你想照的照片 所以呢 这个地方建议不要用by date instead 用into 1 folder ok 就是 非常的直接 了当 在哪个drive上面 create一个 棉份 然后呢 再用 这个folder 就可以了 哪一种training 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楚哈 大家有什么问题 呃可以可以提问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啊 不清楚的 有疑问的 都可以问 田老师 那个我前面已经input过了 然后现在我能够 我把那个physical file delete掉 再input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 ok 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好 假如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你刚刚说那个date在哪改 你太小了 我找不到 那个screen太小了 我看不到 就在那个subfolder下面 叫organize 看到没有 intosubfolder 对 改成intoonefolder 不要用date ok ok ok好 谢谢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好 没有问题哈 没有问题 我希望大家 呃 都用这样的structure哈 就是 c drive或者d drive 然后呢下面有个年份 然后呢 下面有个年份 有今天咱们这个light room training 这个folder 大家有没有都看到这个协体字 这个light room training 这个协体字 你要准备建立的一个folder 大家都看到这个folder没有 大家看到这个folder没有 张荣 有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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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没看到你的screen上有啊 那可能挡住了你的那个下面那个 不是 不是没有没有我说你你的有没有看到 你的light room 我 intofolder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这个下面有没有斜体的这个folder 是名字 我有看到 啊 ok好 行 呃 还有谁 姐姐看到没有 看到的不是斜体啊 怎么会是斜体呢 看到了 没有没有 上面这个不是斜体 这个地方不是斜体 但是呢 真正的这个这个地方是斜体 就说明就是说你还 这个light room 还没有真正的create 因为你我还没有 click的input 这个这个button 明白我的意思吧 天大老师我的好像是 嗯 在那个c drive 然后 就直接就进了什么user 然后是 到了picture里面去了 可以啊 没问题 只要你记住 就是你的照片是在 比如说我知道你的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的 看我平面的话 c drive 上面user对吧 然后我的名字 然后呢picture picture 在这儿对吧 对对对对 也可以在这下面 可以看到没有 你只要点击这个picture 哎 light room 在这儿 下面就 准备给你create这个folder 对吧 没问题 但是一般人的这个c drive 比较比较少 假如你 你space比较大的话 没问题 你可以在那建立 我怎么没有f drive呢 没有没有f drive是我自己装的drive 哦 一般的只有c drive或者d drive 哦 这样的 哦 我那个drive里头已经有一个就是existing的那个folder了 我想把它imput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那个刚才那个谁提到 你可以manually到window里面去把那个folder给delete掉 然后重新重新那个再操作一次 好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哈 我希望每个人都都能掌握哈 都能把这个照片呢 给import的那个correct的那个location 好我再问一遍 还有任何人有任何问题吗 一定要 要highlight这个folder哈 比如说你要highlight c的话呢 他就会在c上import的哈 不会到f drive 我是想在f drive上哈 所以你一定要make sure the correct drive is highlighted 林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听讲 我的就是 我的那个中间的那照片全部是灰色的 然后我鼠标点上去他告诉我 this appears to be a duplicate of another folder already in the catalog 这说明什么呢 我上一讲过哈 假如说 那个你做过一次import对吧 嗯 然后呢 你想再做一次的话呢 假如你location是same的话 他就会知道你这些照片呢 已经import过 对 对 因为他就grade out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呢 没关系 假如假如你import成功的话 你就不用再import的再第二次的 假如说你想 重新再import一次 我我我前天在那个咱们的群里面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 呃 在先把那个location那个地方啊 先把它manually给它delete掉 然后呢 再操作一次import 这样的话呢 那个照片不存在了对不对 他就知道没有没有duplicate 好我试一下 好 哎 天单老师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 把上次那个physically 那个locationdelete了 那就说那个那个lightroom 那个link就找不着了是吧 所以说他就认为你没有 对 没错 但是咱们上节课呢 import的是没有physically import 对吧 我们只是把它的reference 对 因为上回我是让大家 把那个所有的folder 拷在你的desktop上 对不对 对 今天呢我是要大家 用这个d drive和c drive 所以呢 这个location不一样 所以不会它 不会出现这个duplicate的那个情况 哦 就是说只要不靠 不靠在一个location就可以了 哎 没错 那天老师我问个问题 你刚好那个就是destination那边的lightroom training 这个 它的那个名字你是manually在右边加上去 还是你在window上面自己写上去的 呃 这个呢就是你可以 呃 在lightroom里面加进去 它会自动的去create 就像我这样做 我现在我这个f drive上是不存在这样的folder的 待会儿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去create 那你选就要去 你写的时候你看你这边是into subfolder 这个lr training这个字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刚才 这是我自己写的 我刚刚写的 你写的时候有没有选到那个f drive 没有 这个地方写 跟那个f drive没有关系 这是我folder name 我可以把这个任何一个 那个drive去create 比如说你要是 选择d的话呢 它就会在d drive上去create这么一个folder OK 好 谢谢 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现在只是要在f drive和那个 还有一个folder 2021 它就会在2021下面呢 准备给你create这么一个folder 看到没有 对对对 天台老师 好 请讲 我把上一周create的那个 那个catalog的那个folder delete掉了 可是我现在还是grade 我现在照片还是grade 你这样 你有c drive还是d drive 你现在选的 我是apple 我是mac 哦 你是mac mac可能有点复杂 那这样吧 你就ignore 你不要管它了 反正你已经成功的下载了 对不对 对 我已经上一节课 就是我create了一个 对对对 没问题 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就 好 好 其他人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要加几张照片到 像我们上次 import的那些picture 然后 你又想再加几张照片进去 那是不是要把原来的folder 全部滴滴的掉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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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增加或者减少照片 比如说你input了成功 这一次成功以后 我也想再把我其他的那个在我desktop上面的照片 给import到the same catalog 记住必须是那个same catalog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都没问题 可以做多次的import 就是说你要选择那个 你要选择 对 其实import很简单 咱们就是在自己脑子过一下 import就是Lideron 告诉Lideron 你把哪些照片 放进哪个数据库 就这么简单 这数据库呢 这个照片呢 可能是physically已经存在了 可能不存在 不存在没关系 你让Lideron呢 你告诉Lideron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就这么简单 其实填单这个操作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拿那个SD卡 我直接 我就make physically copy SD卡 copy到我的 hard drive上一个location 就是这个意思嘛 你这样也可以做 你可以就是说 不用Lideron对吧 我先用那个SD卡呢 给我首先考了那个 比如说我的F drive上去 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Lideron并不认识那些照片 对吧 所以你还得 对 你必须用这个 add option 就是让Lideron知道 那些照片在什么地方 对 这样做的话就有两步了 然后呢 你可以用 咱们刚才讲的 这个一步就成功了 OK 这样子就是说 既copy了 Lideron也知道了 也有这些reference 对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咱们花点时间 多多多讲 make sure everybody is clear 好 没有问题的好 还有个问题 天安老师 就是点那个catalog 那你是不是 每次inport的 那个照片 你都要create一个catalo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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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问题 hold一下 待会儿 待会儿再讲 好 再回到这个 我刚才谈到了这个 不是fine 就是这个叫 apply during import 对吧 我让大家 写上这些keyword 对不对 我要想讲的 就是这个keyword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输进去可以 你也可以 在inport完成以后 再输进去 也可以 好 所以呢 总结一下 这个keyword 这个metadata呢 有三个option 就是三个时间 去 那个create的 这个keyword 和metadata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咱们做的 就是你create一个metadata 这个preset 第二个呢 是在inport的时候 第三个就是咱们以后要讲的 就是你manually 把这个inport完了以后 在manually去手动的去create 咱们这个以后再讲 一共三个办法 好 大家都清楚了哈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click 这个导入inport 这个呢 要可能要take个一点时间 好的 感谢观看 好我的呢做完了 还有谁没做完呢 都做完了吗 老师我有问题 是不是那个subfolder是每次inport 都要自己create一个subfolder进去 还是 这是你自己决定 但是为了方便你寻找照片 effectively就是很容易找到照片 我建议是每次 那个inport的时候呢 都用一个 different的那个subfolder 这样的话呢 你很容易就能找到 你想找的照片 OK谢谢 那如果我就这次是training的 如果我自己拍的或者其他照片 我要input 是不是要打开另外一个catalog 我就另外建立一个另外一个catalog 那当然了 那肯定的呀 你肯定是这个purpose 就是要让你再用最短的时间 找到你想要的照片 对不对 假如你把这个training的照片 跟你去annis拍这个蓝帽花的照片 放在一起的话 你就很 就就就就不利于你去找照片 对不对 管理照片 对吧 那你一般都是create多少的catalog 不是catalog 不是你刚才问的不是catalog 是folder 那个我知道folder 我知道是每次都是不同的folder 那cata 这个我刚才说了 我咱们下面就要讲 好 好 大家都有这个界面 对不对 要make sure 你这个folder 你这个module 是library 看我的右上角有没有 make sure library是那个highlight 好 咱们看看左边 这是library的这个左边 它一共有五个这个菜单 第一个呢 是navigator 这个navigator呢 咱们library不讲 因为这个navigator 和咱们 第二个module developed module的navigator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咱们等到 讲到那个developed的时候 咱们再讲这个navigator 好 下面这个叫catalog 就是刚才 就是刚才回答那个问题 大家都把这个catalog打开 expand 它一共有四个四行 第一行呢 是all picture 就是刚才是 刚才我这个 现在在这个catalog下面呢 一共有一百一十二人照片 好 第二个呢 是all synced photograph 这个sync的意思就是刚才讲的 在那个云端 因为我没有云端的account 所以呢 这个是zero 好 第三个是quick selection collection 这个咱们待会再讲 好 最后一个previous import 这个呢 就告诉你 你上一次的import 一共import了哪些照片 因为大家都刚刚 这个import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咱们上一次import 导入的照片 好 这是catalog 回答刚才几个人提问啊 什么叫catalog呢 catalog说白了 就是一个数据库 LineRoon呢 运用这个数据库 来管理你的照片 每个catalog下面呢 都有你的reference到你的照片 你每当输入的keyword 或者是输入这个metadata的时候 你这个change 都会存在这个catalog file里头 每个catalog都有一个catalog file 然后呢 下面第二个model 是develop 就是编辑 编辑照片 你每编辑照片 把这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把那个牙齿给弄白 对吧 把你的皮肤 漂白 这些改动啊 这些改动 都存在 你的catalog file里头 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 就是LineRoon啊 是一个 叫什么 叫 non destructive 的tool destructive就是破坏性的 LineRoon呢 是一个 non destructive tool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破坏性的tool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说 跟Photoshop 完全不一样 你在Photoshop上 改动照片 它这个照片 这个file啊 就是destructive 它 不能 假如你 没有 properly save 的话呢 那么 你的原照片 就会改变了 就会 touch了 而LineRoon呢 它是一个 non destructive 的tool 也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改 怎么动 你永远可以 回到初始状态 就是说LineRoon并没有 真正的把你的照片 做改动 而只是 把你做的修改 作为一个tack 存在你的 catalog里面 假如说你不喜欢 你改动的 那个照片 你 永远是有办法 回到初始状态 因为LineRoon 是一个 non-destructive tool 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楚 好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是不是每次 导入照片的时候呢 都需要建立一个 数据库呢 不是 当然 有很多人 有这种 argument 假如说 你要用LineRoon 转起来 非常快 非常的efficiency 的话呢 你可以这么做 每次 那个拍完照 你都create一个 新的 那个catalog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好的地方 就在于 你会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catalog file 这样的话呢 不利于 你来 search 你的照片 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那个Sam老师 他原来 在咱们的 达拉斯的community 拍了很多照片 拍了很多的 名人 名人的照片 假如说 他每次 导入照片 他都create一个 新的folder 新的 新的那个catalog 假如说 他要寻找 谁 谁比较有名 咱们 那个 比如说 前面就有一个律师 去世了 假如说 你想 假如你想 在 这怎么回音呢 你想在 最短的时间里面 找出 这个律师的照片的话呢 假如你有很多catalog file 那么你就就得 一个catalog里面 去找这个律师的照片 假如 另外 假如说你 不管 照了多少次照片 import总是用一个catalog file 这个好处呢 就方便你去 search照片 比如说 咱们用的Sam老师 这个历史 他就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找到这个律师的file 因为他就有一个catalog 对不对 但是 用一个catalog file的缺点呢 是什么呢 刚才我提到的 performance 你run的时间越长 你的catalog里面照片越多 那么 你的library的 不是library 你的library的performance 就会slow down gradually 这就是 用一个 或者是multiple 多个的 这个catalog的 好处 和坏处 那么 我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呢 要根据你大家的 拍的照片多少 一般来说 一个catalog呢 可以hold得住 五万张照片 假如说 你一年 就拍了五万张照片的话呢 那么我建议 那么你每年 去create一个新的catalog 假如说你今年 只拍了一万 一万张照片 那么没关系 你到明年 你还可以继续用 这样同样一个catalog 等你的照片 快到了五万张照片的时候 你再去create 第二个catalog 这就是catalog的 performance的一个 一个issue 还记得刚才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咱们在那个preference里头 去run了一个catalog 那个optimization 对吧 还记得吗 不记得 我再操作一次 到这个edit下面 把这个preference打开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到这个 是interface 还是performance 在这个performance下面 还记得吗 catalog setting 对吧 有一个option 叫optimize catalog 这个地方 就是让你 去进行 这个performance tune up 当然一般 一般情况 不需要做这个 假如说你照片很多的话 你就需要做这个optimization 我不知道回没回答 刚才几个 那个 几个人的问题 好 我现在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catalog file 到底多大 我把我的 catalog file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catalog file是在d drive上啊 这是我刚才 刚开始用那个lidon的时候 那可能七八年前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做的 就是每次import都create一个catalog file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catalog file 到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很efficient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 没两年 呃 create一次 我现在是用了这个 这个catalog file 其中一个最大的file 就是这个file 它是以那个catalog file的名字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file type呢 是它没有display出来 大家看看这个file多大 一个geek 一个geek 好 咱们刚刚 create的这个lidon training 然后看看 这个呢 大家都有啊 这是我的版本 这个大家看看 这个lidon training是多少 只有两个mac 刚刚开始对吧 才一百张照片 好 我刚才呃 讲了一点 就是说 lidon呢 它是non-destructive tool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每改动一次东西 比如说 把眼把那个脸上的 这个雀斑给去掉了 把牙齿给漂白了 它并不是在你的照片上做了改动 而是 它在这个file上面加了一个tack 所以这个tack的information 都在这个file里头 这就为什么lidon这个file 是越滚越大 越来越大 你每一改动一次 它都会在这个file里面 加上一个step 好 有什么问题 这是 cadalogue 那 是 请讲 你先说 你先说 我问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改动 比如说一千张照片的话 那 而且改动的越多 它是不是存的那个就越多 那么这个 那resource 就用的很多了 对没错 所以我为什么建议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叫 catalogue optimization 到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个 做这个step 它等于就把那些delete掉了 是吧 对 把那些没用的东西给它delete掉了 OK Thanks 好 是刚才谁张容是吧 是我 田南老师 我问一下 你看 你看刚才你收了那个你的catalog 那比如说 现在你用的这个catalog 就是我们刚create那个lightroom training那个 对 那比如说 我 我也create另外一个catalog 那我怎么换这个catalog呢 诶 没问题啊 这就是我 咱们待会要换的 就说你有上百个 没问题 你到这个 到这个file下面 对吧 看的第一个是new catalog 然后第二个是open 第三个呢 是open recent 这个lightroom会记住 你最近 建立了几个catalog 你可以在这里换 看了没有 看我的屏幕 现在打勾的呢 这个是lightroom training 对吧 OK OK 然后你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就选择下一个就可以了 它自动就把你的 当前这个窗口关上 然后呢 重新给它打开 打开另外一个 OK 大家在pantation 到我的那个 看我的屏幕哈 它这个catalog file的名字啊 它后面有一个extension 对吧 是什么extension L-R-C-A-T 就stand for lightroom catalog 就stand for lightroom catalog right 对 好 好还有什么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 嗯 田苗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那个file 最后 变得很大了 我想把它copy到别的地方 就是说 那个physical file 可以落到不同的地方 可以 但是你要小心 你这个不光 不光那个file 要copy 你其他的file 要copy 就是这些 整个folder 整个folder 都要copy 对 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假如你不想 那个 你每次退出lightroom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要backup 对吧 假如你不需要那个backup 你可以manually backup 就是把整个folder 给拷到哪个地方去 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换了location以后 需不需要到lightroom 你去告诉他新location 还是他会自己 不需要 这就像一个 像一个word document一样 你把 用他的那个 那个correct的application 就可以打开 ok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的好像看上去 到那个 就destination 我打开 在windows上面 没看到你有那么多 你的file 我只有照片 copy进去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就 我刚才不是 哦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说那个import的时候 这个folder 对吧 这个folder 只是这个照片而已啊 对我刚才 那你一打开里面 有好几个 还有好几个folder 刚刚讲的咱们 刚刚咱们讲的是 这个catalog 是数据库的地方 数据库 不是照片 好 你知道你的数据库 在什么地方吗 没关系啊 没记住 没关系 你到这个performance 里面去哈 嗯 然后呢到performance 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go to catalog setting 对吧 这个地方会告诉你 你的数据库 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的是在d drive user 我的名字picture 然后下面l r training 这是你数据库的地方 你到那个地方 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去 你在performance底下 在performance底下 对 有一个有两个那个catalog的那个 option 看到没有 我到performance 啊 我到performance底下跟你怎么现在看的跟你不一样 前面看的一样 好 现在现在我在这个performance下面对吧 倒数第二个catalog setting 看到没有 哦对有 好 最后一个叫go to catalog setting ok 这个地方告诉你你的数据库在什么地方 location看到没有 对 哦到那边去 对 甚至它有个button看到没有 有个show button 那我可以改吗 也可以改过 你click一下 这个是这里数据库的location 你说什么 可以改 我说这个可以改吗 那个location不要放在那边picture底下 它这次automatic就就给你选择你的那个 哦你是要把这个location给改动啊 对 这个不能改 这个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改呢 就是你create a new catalog的时候呢 它会你 它问你你在什么地方 看没有 我click a create a new catalog 它是在我的d drive上 哦它就是这样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地方 你可以到其他的folder里面去 这没问题 哦现在就不能改了 对 现在不能改了 所以我也不能把那copy到我想要的地方去吧 那不能 就是你可以copy可以作为backup可以啊 哦对 只能这样 好 这是catalog 田老师我问问题 这个catalog就是我们刚才还有那些folder 是不是那些folder都在这个catalog的底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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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就要讲啊 你先后的问题 那我们backup的时候是copy folder还是copy catalog copy catalog 数据库 哦那我们今天的那些folder呢 就就就就不管 这个folder是在windows下面了 这个跟lightdown没有关系啊 嗯 好 你后的你的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好 听讲 就是假如说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拍照片都很多吗 对 可以不可以假如我 我弄一个移动硬盘 就是我 对 mine room的这些照片 我就是 我就是把它放到我的移动硬盘上 应该也可以吧 就是 移动硬盘啊 它的好处就是方便对吧 portable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假如说你这个移动硬盘啊 是经常插来插去插来插去 它这个windows 它每次你插进去的时候 它给你赋予的 赋予的那个 那个drive名字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是f drive 明天是h drive 后天又是q drive 这样的话呢 会confuse lightroom 哦 这是唯一一点不好的地方 所以你这个地方一定要 假如说你是准备这么做的话呢 你要准备好 就是说 哎 它今天可能是q drive 明天是w drive 这样的话 可能lightroom就不认识了 哦 那就 那除非就是说 你有个移动硬盘 就是长期的挂在那边 哎 对对对 像我的f drive 就是长期 是一个external drive 但是我自己 也是把这个pc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就不会有问题 我是那样子的 就是我一个drug 比如说 都是这一年的 2021年的 对 那个drug里头 就把那个kallover 存在这个drug里头 你把那个kallover 也放到那里头 嗯 也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可能稍微好一点 是不是你kallover 在同一个location的话 它可能就 就能找到呢 对 说到我没有问题 我没有试过 但是假如说 如果你这个drive 经常offline online offline online的话呢 它这个drive letter 是不一样的 它有时候就不会认识 好 咱们接着回到这个 这个library 这个module 左边哈 咱们讲完了 这个catalog 其中这个quick collection 咱们没讲 咱们待会讲哈 咱们下面呢 往下走 下面那个呢 是folder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folder呢 就是你电脑上的folder ok 这个folder呢 跟刚才的catalog区别 就在于什么呢 你的照片 是真正的physically 在这个folder里头 而不是在这个catalog里头 catalog 只是一个database 只是个数据库 它里面有的只是一个reference 它指到在这个folder上面的照片 这就是catalog数据库和fisically folder的区别 所以咱们点击一下这个folder哈 下面呢 我的这个lightroom呢 它看到的就是这个cd和f 当然我的f很大 有上百个folder 但是呢 为什么它只是只是display两个这个folder呢 因为你只告诉了lightroom两个folder 就说你做了两次import 所以lightroom知道那两个folder 其他的folder呢 你没有给它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lightroom它就没有display出来 make sense 好 咱们点击一下 咱们刚刚import的 照片 在我的电脑上呢 大家还记得是在f drive上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2021下面这个lightroom training 所以大家也操作一下 把你刚才刚刚import的照片 给找到是哪个folder 看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lightroom training这个folder 应该很容易哈 好 咱们接着往下走哈 讲了folder的时候呢 有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关键哈 就是说 你的照片 这个file 是fisically存在这个folder里头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delete 你要delete的照片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不能不小心 把照片真正的delete掉了哈 lightroom里面的delete 有两个 好 比如说 呃 大家pay attention to这个screen 他有两个option 第一个option什么啊 delete from disk 这个delete 就是真正的把这张照片 从你的folder里面 physically remove不掉 大家一定要小心哈 假如说你是真的不要这张照片了 trash这张照片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 假如说不是的话呢 一定要不能delete 不能click第一个哈 第二个remove remove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fisically把这张照片delete掉 他只是把这个reference 从lightroom里面给去掉 所以呢 假如你click remove以后呢 这样照片lightroom里面就不存在了 但是呢 他还存在你的folder里头 大家理解这两个两者的那个区别了吧 yes 啊 这个地方很关键哈 你不能不小心把这个照片给delete掉了 啊 咱们待会做练习的时候呢 要做了这个 要做这个练习 就说 假如你不小心 把这个照片delete掉了以后呢 lightroom会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或者说你把那个整个folder 给去掉了 delete掉了 哎 lightroom会怎么做 咱们待会要做这个练习 好 这是folder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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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怎么怎么怎么去理解这个这个collection哈 嗯 谁有中文版的 他中文版是怎么翻译的 collection 嗯 嗯 嗯 是不是叫收藏啊 不知道 收藏 ok 或者叫图库 anyway 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大家就就明白了collection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呃 很简单 咱们德州人都 达拉斯人都喜欢到那个anyles去拍这个这个蓝帽花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三年前去过一次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呢 包括拍了很多马 然后去年呢 我又去了一次 也是呃 拍了蓝帽花 然后呢 拍了很多这个农庄 然后今年呢 又去了一次 也拍了其他的呃一些场景 哎 哎 我就想把这几次去anyles拍的这个蓝帽花呀 给它收集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我就很就很很快的 从这三到四次的那个这个trip里头啊 找到我最喜欢的照片 哎 这个时候 这个collection 叫图库 或者是呃 刚才张勇说什么 是收收集是吧 这个function 就起到作用了 你可以把三到四次不同的这个拍的这个照片 给它归类到一个地方去 好 咱们来看看 那 在lateron里面呢 这个collection哈 它分两种 大家看到collection 这右边有个加号 对吧 这lateron 有个加号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去create 去建立一个 大家点击一下 哎 就会看到 有几个option 第一个呢 就要 create collection 这就是一般的 就是regular的collection 第二种collection呢 它叫smartcollection 叫智慧的这个收集 它智慧在什么地方呢 咱们待会儿再讲 就说有两种不同的collection 咱们先create的第一种哈 大家都操作一下哈 点击这个collection的右边 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第一个option 叫create collection 好 这个lateron呢 就会display 这个 这个name出来 好 好 大家 随便取名字 我们把这个风光照片 那个 给它归类哈 大家 所以呢 就打上 风光 照片 这有个地方叫 insidecollection set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 假如你collection 更多的话呢 你可以 在上面一层 建立一个set 一个set里面 包括很多不同的collection 啊 这是 就是说方便你去管理 这些collection 假如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话 我就不理这个 不用点击这个collection set 好 大家都 写上这个 这个name哈 然后呢 点击一下create 哎 那么 你就会看到 风光照片 这个collection 就出现在下面了 ok 大家都完成了吗 完成了 好 完成了 因为我刚才 在 display 照片的时候 还没了 他有一个option 说 你看 location insidecollection set 我们不用哈 完了option 那个option 有什么include 什么 这个都不用管他 这个都不用管他 哦 ok 哦 create好了 好 然后呢 大家再回到 这个folder里头哈 再回到55 那个55张照片 那个地方去 同时 希望大家把这个 咱们刚刚create的这个folder 这个collection 风光照片 也打开 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是说 我建立了这么一个图库 对吧 collection 我要把那些风光照片呢 给放到里头去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大家可以 点击 用那个鼠标器哈 左按下去 然后呢 去 把这个照片呢 拖到你刚刚建立的 decollection里头去 这是一个一个的照片 拖进去 或者呢 你可以先 把这照片呢 选 选好 呃 在window上呢 是用那个 左按那个shift 那个键哈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 呃 好几张照片 比如我选择这四张照片 然后呢 一起 呦 他怎么不让我选了 哦 你那个鼠标点哈 鼠标这个点 一定要到这个照片中间哈 你不能在外头 好 看了没有 哎 这样一拖 拖进去了 好 现在有六张照片在里头哈 然后呢 我点击一下 现在 这六张照片 都在这个风光照片里头 这个 我刚才把那照片拖到那个collection里头 并不是fisically把照片移到那去了 只是一个logical的这个link 大家明白的意思吧 它只是一个reference 好 这是regular的collection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咱们再 再尝试建立一下 第二种collection 叫smartcollection 怎么建立呢 还是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啊 然后呢 点击一下这加号 这一回呢 选择第二个选项 create a smartcollection 好 这回呢 咱们呃 不弄风光了吧 咱们用人像好不好 呃 人像 咱们加一个字 三星 我待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三星啊 就是说这个星 这个star啊 是 来种一种tool 让我们来 把这个各种照片呢 给它一个评价 比如说你照的特别好的 你可以弄五星 稍微好的呃 四星 然后三星 不够好的一星 你可以每张照片呢 都给它一个renting 对吧 好 这个collection呢 就是说我要把所有人像照片 有三星以上的 给它选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 后面写上一个三星 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个smartcollection 就跟刚才咱们的regularcollection 不一样 它有一个选项在里头 它有一个叫 呃 这个怎么解释啊 就是有一个quiteria 什么quiteria呢 比如说我刚讲的这个renting 是equal或者是greater 能三星 这五点哈 就表示几个星 它最高是三星 五星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 选择一下 点击一下第三个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三颗星就出来了 好 假如说你还有加上什么其他的 这个选项的话呢 这后面有一个加号 这是咱们跟咱们原来学的这个逻辑一样的哈 我要再加一个这个选项 点击一下加号 它第二行就出来了 出来 这个地方怎么选呢 诶 因为我要选人像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 选一下 它的 什么地方哈 file name 看看source 什么地方 只是 人像的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最后一个 any searchable text 这地方呢 大家 写上 人像 这是keyword 哎 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上了keyword 把keyword作为一个选项 对吧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collection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照片里头 是有三星或者以上的这个renting 再加上所有的照片里头 所有的照片里头 与这人像的这个keyword 把这些照片给我收集在一起 make sense 好 点击一下create 大家看了没有 诶 现在这样张静的照片就出现了 因为只有这一张照片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它是三星 还有呢 它有这个keyword 人像 诶 我怎么没有啊 我也没有 好 没关系 假如你没有的话 说明你 Either 不是 没有三星或者是 没有这个keyword 咱们回去 再看看那个folder 咱们回到那个folder里头 中文 你是打的中文是吧 他要match你的中文 中文英文都可以 只要你match一下就可以 好 咱们现在做练习 刚刚你 你那个来种没有 对不对 现在没关系 咱们click 这个eva这样照片 现在这样照片 没有心急 对吧 咱们每个人 诶 天灯老师 你别说那个 你看刚才那个张静那个 上面是瘦的三星啊 对 但是我为什么 但是他没有 没有这个keyword 好 后的这个 后的好 咱们先看这样照片 这样照片呢 不是三星 也没有这个keyword 对吧 所以咱们现在把它 变成三星 这个咱们下节课再讲 现在呢 大家按一下三 每个人 就是type你的键 键盘上的三 它就变成三星了 看下面这个 左下角 这个三个星亮了吧 好 第二个条件 必须是有这个 这个像什么 人像keyword 对不对 咱们到这个 右边keyword keyword keyword你看了没有 哎 现在这张照片呢 只有三个keyword training lightroom 和日期 并没有这个人像 所以呢 咱们每个人 menu里去把这个人像 这个字呢 打进去 等会儿 你怎么打中文呢 哦 那个你 你那个电脑上 没有这个中文输出吗 没有啊 但打不进去 我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你这个变一下 用英文变成这个简体 就可以了 就像我平常那样的简体 那 进 不认 不认啊 那没关系 那你就用英文吧 不用不用中文 哦 有有有 诶 田南老师 对 请讲 我怎么加你这keyword 你看我这看到keywordset 不是 在keywordset上面 叫keyword keywording keywording 哦 keywording我看见了呀 对 我打开keyword 哦 enterkeywords 对吧 对 敲入人像 敲入人像 或者是 哦 现在是trainin lightroom 2021 这个呢 大家注意到没有 前面的三个呢 是咱们做import的时候 自动输进去的 记不记得 对对对 所以呢 55张照片 每张照片 都有那三个keyword ok 好 行 我把人像 这张照片 然后咱们再回到那个 那个photo里头去哈 再看看 这个张静那张照片 为什么他的照片 在里头 那没在里头 你们的不在里头 大家点击一下张静那张照片 还是这样照片吗 我看看啊 collection 好 大家都 大家操作完以后 重新回到那个collection里头 点击一下 人像三星 看看里面 是不是有 已经有照片了 对 已经有一张了 对 这就是 smartcollection的 这个magic 就是说 你先把这个定义 给它定义好 然后呢 你假如以后 这个dynamic 把这个照片的renting 这个keyword change 它来种会自动的 把那些照片 符合这个criteria 这个照片 给收进去 make sense 好 那个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这个张静那张照片 他因为 他虽然说他 他有三星 但是他那个keyword 没有人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我这是有人像的 因为我 今天加 没能够加你觉得 好 再回过来 假如说 你觉得 张静那张照片 不够三星 你把它给 变成二星 他马上就 从这个 smartcollection里面 就delete掉了 因为它不符合 这个条件 make sense 就是说 首先你要把照片 你要选好 三星的 还是就是说的人像 你在之前选好 可以 也可以 先把这个collection 建立起来 然后再去弄照片 也可以 他会自动的去 去那个选择的 他就是自动 就给你收集起来了 对对对 好 这就是那个 smartcollection的一个 magic 好 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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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问题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哈 好 这是两个type的collection 咱们下面讲讲 另外一个很好用的一个collection 叫什么呢 叫target collection target collection target coll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Lideron 方便你 去往这些collection 里面加照片 他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工具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 用一个 只有一个collection 把它变成target collection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用快捷键 B 这个letter B 去加 或者是remove 这个collection的照片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现在有 我现在有 两个collection 对不对 人像三星对吧 还有风光照片 好 大家看到我 右击鼠标器 点击这个风光照片 然后呢 中间这里有一个选项 叫set as target collection 大家看到没看到 这个风光照片 后面有个加号了 这个加号的意思 就是说 它是一个target selection 就现在 不管你有 上 十几个或者上百个collection 但是现在只有 这一个collection 是target collection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我回到这个photo里面去 我就可以 用那个letter B 去点击 任何的照片 然后呢 这样照片 就会自动的 加到刚才那个target collection 里面去 比如说 我想把这样照片加进去 B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上一课 讲了一个life saving的tip 不能用中文 这个mode 用中文mode的话 它就不会work 一定要make sure 是那个英文 好 比如我想把这样的风光照片 给加到那个clash里面去 A 按一下B 他就会 他还告你加进去了 然后再 咱们再加一张 比如这一张 B 他加进去了 然后这张教堂的B 他也加进去了 大家都操作一下 好吧 好 那么下面我到 再到这个collection里面去 看看这个风光照片 点击一下 那几张照片 就已经加进来了 这就是target collection的好处 make sense 你也可以假如说人像呢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set up set target 人像的话呢 稍微也不行 它稍微有点different 因为它必须要符合的条件 哦 只有风光照片 不是 只有regular的collection 对 在这个上面只有这个风光照片可以这么做 田老师 我都 我都没有 create很多那个collection 都automatic 你的好像都已经在我那里面了 好像有five star 都已经自动会出来 有两张照片 哦 你说five star 是吧 对 可能有些照片 我已经给它定义为five star 但是这个collection的话 不应该有啊 你 你 新create的这个catalog 里面怎么会有 就变成那个smartcollection里面 在smartcollection里面 有five star 对 有leason的那个modified 还有什么without keyword 这我都没有 它怎么会自动出来 可能就是从你copy的以后 它automatic就credit出来了 对对对 它就因为那些照片符合这些那个条件嘛 所以它就自动就抓进去了 都是你create 可能你在你的那个 给我们手 不知道怎么都已经有这些 所以我 keyword是有的 对 但是那个collection不会有 collection是因为 是根据这个catalog走的 你刚刚create的catalog 它里面不会有这个collection 我也看到了 对 在smartcollection底下 你再说一点 collection smartcollection怎么了 在就自动就是 在新产生的那个catalog里面 它有自动的就是有一个smartcollection 在那smartcollection底下 又有很多的 名字叫 colorate colorate 对 past month 哦 那可能是 难道是我create的吗 对 是你的 没关系 那你用一个no 一个no 你新建立一个好吧 那我的那个风光照片就一张 它collect 就我set的只有一张照片选 其他照片都没选进去 对因为风光照片是regular 那个collection 你必须自己去抓 那这个collection 不是在catalog 下 哦 catalog 我可以的 在folder里面 在folder下面 folder下面 什么意思啊 哦 那个谁刚才那个是jenni是吧 alice 你说你的风光照片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是吗 对 没关系啊 你可以再继续那个装啊 咱们再操作一次好不好 好 你到这个 你到这个 有两个办法哈 第一个办法我manually去抓 对吧 把这照片抓进去 你到这个folder里头 比如说你喜欢这样照片对吧 当然你要把这个collection的名字 给它亮出来哈 比如你喜欢这样照片 对吧 嗯 你把这个鼠标器 把那张照片抓住 然后送到这个 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 我为什么现在 这个我一打开这个风光照片以后 我想就是说 选择这个照片往里面拖嘛 对吧 就是人 没有没有 你的风光照片本身就是collection 你还要拖什么 你不能到从这里面拖 你必须从folder下面 这个照片里面拖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打开这个picture 就是folder里面打开了 对 现在我要再把collection打开 对 ok ok 我知道 你必须要看到这个collection 你才能好好往里拖 对不对 好 Jenny这是第一个办法 就是就是 你再拖一下 我好像没拖进去 你帮我 你怎么再拖一下 别拖一下 你看看我屏幕哈 你collect是在风光里面 对 有这样照片哈 就是说一下b 它就自动就进去了吗 没有没有 第一个办法就是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笨办法 就是menu里去拖 看到没有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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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进去的 拖进去的 对吧 然后刚才 Lily那个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说 你把这风光照片 给它变成什么collection target collection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用这个b 比如说我要把这样照片加进去哈 用一下b 它就进去了 按一下b 我就是按一下哪个照片 就是我先选好的哪个风光照片 完了以后 就是再按一下 按一下b 对 然后呢b呢 它是加进去 也可以剪 也可以剪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到 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哈 不用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 就是刚才吧 我比如说我把那个 随那个nancy这样照片 按一下b 它变成11个对吧 它就把它加进去了 但是 假如你再按一下b的话呢 它也把那张照片给 给移出来了 它是个taco 就是说你按一下加进去 你再按一下 它就移出来了 这是这个shorkerb 这个shorkerb 好 另外一点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大家看看 你的collection下面哈 假如这个folder下面 右下角啊 有一个轮子的这个icon 这就是告诉你 那是个smartcollection 看到没有 regularcollection 右下角是没有这个轮子的 诶 天呐老师 听讲 你看你这个里头也有个smartcollections 你看第一个 对我看见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create 对有这个 不用理他 不用管啊 OK 天呐老师 听讲 我先提那个 就是 人像三星这个smartcollection 对 我为什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啊 因为你没有任何一张照片 符合这个条件的 即是三星 又有这个keyword 那个人像 我刚才说 我还要你说的设置的 怎么没进去呢 好 咱们再做一次哈 咱们 呃 回到这个folder里头去哈 点击这个 这个folder 里面55张照片都在那 对不对 嗯 好 咱们再点击上 呃 看这张照片吧 嗯 这个eva的 在右手呢 把这个keyword keywording这个打开 嗯 假如你是关上的话呢 给它打开 你看看 它里头的keyword都有什么 你告诉我 看你的屏幕 嗯 就是 不好意思 我这个 一个电脑换来换去 屏幕换来换去可慢了 没关系 等你打开 你告诉我 你都有哪些keyword 有2021 LR 对吧 training和填单 对 它有没有这个keyword的 那个叫人像呢 没有我现在加进来 好 你加进来 你要点击一下哈 它就亮起来了对吧 我加进来了以后 打完了以后 打完了以后 我是要确认什么的吗 就加进来就完了 加进完了 然后打上人像 对吧 回车 回车 对 要enter 哎 我的这个上面 这个 好像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save 好像只有这个 就是云端的 mela data sense mela data 和sense setting 没有这个keywording呢 不是 我有keywording 就是你正常的话 你打完以后 你要save一下 下面你 不需要save 你就是敲一下键盘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你敲键盘以后 你再看再看一下 check一下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 你刚刚输进的 输进去的那个word 就可以了对不对 人像 没有它自动会消失 嗯 它自动会消失 好了 可以 对对的有了 有了 好 有了以后 有人像照片的三星啊 点击一下三星 好 这样的话 你可以回到那个collection里头去 看看你这个人像三星里面 是不是多了张照片 点了三星以后没有啊 人像三星这里还是零 OK好 那你的 你create这个人像三星的时候 我问你一下 你右下角是不是有个轮子 有的 人像三星 有的 有好 行 那你double click一下人 这个人像三星 我问你对于 多什么条件 它就是 smart collection 人像三星 然后match all of the following rules 对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reading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三星 然后 还有一个是label text 是 人像 你在地上弄错了 不是人 不是label 是searchable text 你看看我屏幕 等一下啊 search 我看 searchable text oh ok test searchable 是吧 对 在这个 在这个选项下面 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 ok看到了 或者呢 另外一个地方 你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用 用这个metadata other metadata 里面有keyword 也可以 是一样的 要我看 ok好 进来了 最后对了 ok好 好谢谢 不客气 好 讲完了collection 和smart collection 还有target collection 另外还有一个collection呢 也是Lightroom 特意为咱们设置的 方便于咱们去做这个collection 大家click 在catalog下面 看我的屏幕啊 到处第二个叫quickcollection 看到没有 他呢 一般 一般我是不用啊 就让他知道一下 就说 你可以利用这个quickcollection 也去收集照片 他就像一个 这个word里头呢 有一个叫什么 呃 就像copy and paste 你copy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那个你的电脑 那个临时 把那东西烤到那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用paste 再copy到你想要的地方去 这就是那个quickcollection 好 好 老师 我这个刚才你说的 就是shortcut 我按那个b 他就到了那个quickcollection 里面去的照片 没有去风光照片 他是因为你把这个quickcollection 作为pocketcollection 你再变一下 我叫你怎么做哈 你到重新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对吧 然后呢 你到这个风光照片这个地方 你right click 右键按下去 然后选择这个set 哦 就是你把这个collection 作为这个pocketcollection 就是我想问一下 一般什么样情况下 你才会就是把它set as targetcollection 呃 比如说你有十几个collection 对吧 我昨天 我今天上午 刚刚去的annis 对吧 我要把我今天照的照片 重新加了那个 我刚才说的 那个蓝茂花 那个collection里头去对不对 哎 这个时候我肯定要选择 我建立的那个蓝茂花 那个collection 作为tocketcollection 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喜欢 今天刚刚拍的那些照片 喜欢照片 给移到那去 对吧 田单我想问一下 这个移来移去 是不是所有的照片 都必须在同一个catalog的下面 才能进去 肯定的 哦 如果是不同的catalog 你就不能进行这种操作 OK OK Targetcollection 是可以change的 就是容易要 对 可以change的 但是在任何时候 只有一个collection 是target OK 好 怎么知道它是 那个targetcollection 有什么标志 加号 对对对 加号 好 咱们继续往 再一个就是 可以就是 把它就是点击完了以后 b 对 可以直接进去 就是这样快捷一些 快捷一些 对 但是首先一点就是说的 一定就是说它的keyword 是match这个folder 这个才可以 是吧 对 不是吧 那是smart吧 这就是 啊 你刚才 我 你再说一遍 啊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突然懂 我就是说就是这个smart的这个 就是smart的这个collection 就是首先一下 你要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话 你不是有一个可以直接拖进去吗 拿手一个一个的拖 选择了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说把它选 选上以后就点b 这种 但是首先一点就是这个keyword 是要match这个就是它的collection的这个要求 是吧 对对对 你要拖了那个 拖了其实对于smartcollection 你不需要拖 你只要把这个照片符合它条件 它自动就进去了 对对对对 我就说 keyword要符合它的条件了 对所以b b的小卡的 一般来说是apply only to the regular collection ok 我觉得他把那两个混啊 就是那个 第一个是那个就是你那个照片的那个collection 一定要是regularcollection type 就是说你才能把它设成target 完了以后再用b 对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们你们两个理解都是对的 就是表述方表述方式不一样 好 9点47了 咱们 把这些课的那个学的内容呢 通过练习的方式来巩固一下 好 我现在把这个powerpoint的移到这个 这个地方来 我有这么十道题 大家来看看 第一个呢 大家 刚才假如你刚才没做的话呢 现在做一下 去create这个metadata preset 还记得吗 刚才我 建立了这么一个 那个metadata basic 里面有什么information 有 有这个copyright information 对吧 假如你刚才没做的话呢 现在做一下 都做了吗 刚才 没做的说一下 我没做 好 没做 我也没做 我也没做一下 我勾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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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回到这个library 右边这个panel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metadata 好 把这个metadata 这个panel呢 给它expand 给它打开 在preset的这个地方呢 假如你做的话呢 你应该有你的一个刚刚建议的一个 preset 假如没有的话呢 应该是显得是none 对吧 假如说你没有的话呢 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然后呢 它就出现这么一个screen 对吧 还记得吗 好 好 这地方呢 你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copyright 然后点击一下ok 那么你就create这个preset 这个preset有什么用啊 就是说你input了照片的时候 输入照片的时候呢 把这个preset给用上 这样的话呢 每张照片都会有这样一个keyword 或者metadata 明白了吧 好 明白了 不好意思啊 田达老师 您能再go back一下吗 是哪一个 IPTC Copyright IPTC 对就是有copyright的那个information 我再显示一下哈 是要写你的那个名字吗 还是写自己的 要写你们自己的名字 然后假如说你已经create的话 你选择这个你刚刚create的话 它就会display这些information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copyright status 那我应该选 那个不需要选 那不需要选 你就oncheck就行了 其实你需要的就是一个你的名字 copyright的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right 都不需要 其他都不需要 假如你有那个网站的话 你把网站information写去就可以了 上面的那个basic information 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 哦 这个也不需要 就是自己的名字是吧 对copyright 比如说张荣photography 就可以了 OK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basics information 也不用写 那是那个 你的这个preset的名字你要写 不然的话你不 你不知道区分这个和那个 这个save as的话 save成 那save在哪儿呢 哦 对这就是 这就是你那个 命名这个preset 张荣 basic就可以了 那这个preset 这个name 你一般都写什么呀 basic basic就可以 对 OK 好的 好的 咱们下面第二道题啊 我刚才提到了 假如for some reason 你把这个照片 delete掉了 来论会怎么办 或者你把整个folder 都delete掉 会怎么办 好咱们来做一做练习啊 比如说 我重新到这个folder里头去啊 我把这张照片 不小心 click remove 我把它delete from disk 现在这个照片呢 哦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对不起 不是从那个lightroom里delete掉 是 比如说 我再identify一下照片啊 比如说 这样照片吧 nancy这样照片啊 她是 你把这个光标移动的时候 你会看到 她这个名字啊 算了 这样照片 名字是什么 nancy1 括号26 jpg 这是这样fire的名字啊 好 我到 我这个folder里面去 在f drive 在这个lightroom training 是哪张照片呢 是 这张照片对吧 nancy1 26 我把它manuallydelete掉 好 现在这张照片呢 physically不存在了 对吧 那么lightroom怎么去handle呢 大家看了没有 lightroom马上detect到 这张照片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呢 它就在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在那儿 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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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这个鼠标移过去的时候呢 它告诉你 photo is missing 有人就说 怎么missing呢 这张照片不在这儿吗 不是 你看到呢 是一个thundernail 只是一个缩图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那张照片 所以以后大家 打开lightroom的时候呢 假如你看到哪张照片又上角 有这个感叹号的话呢 就说明那张照片已经不存在了 make sense make sense ok 这是照片 不存在了 好 咱们下面做一个 咱们把整个folder 给它delete掉 没关系 我待会可以再重新去 去那个import 很多人 因为我平常接了很多这个人的 这个问题 这个天老师 我这个lightroom里面 怎么很多这个问号在这儿 你看了没有 大家看到lightroom training 怎么前面有个问号在那儿 这怎么回事 假如说刚才很多人提到 就是用移动光 那个移动那个硬盘 你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昨天弄的硬盘 怎么现在都成了那个问号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lightroom 我认识 找不到那些folder了 他就把这个问号放在上面 这意思是说 对不起 你这个folder either 是move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location去了 或者是physical不存在了 或者delete掉了 那我们这个lightroom 我没办法 对吧 我只能把这个question mark 给你display出来 告诉你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lightroom training 不存在了 对不对 我要找一下 我可以right click一下 lightroom会帮助你去找到那些folder 看到没有我right click 就会找到find missing folder 或者是你知道 因为我知道我刚刚menu里要delete掉 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它了 我打扰咱们回来再做这个 咱们先选择第一个 看看这个folder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什么地方 点击一下 lightroom呢 就display这个folder 哎 他是说 当初 你import照片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个照片在这个地方 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了 下面是空空的 是吧 所以呢 lightroom找不到照片了 好 假如说你知道这个照片 这个folder是不存在了 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第二个 remove这个option 就把这个folder 给它从lightroom里面delete掉 所以呢 就说 lightroom不用就找那个folder了 我已经这个menu里delete掉了 所以lightroom这个reference 呢 就no longer exist 这是一个cleanup的一个方法 make sense any question 就是帮助以后 你会遇到的 各种这个情况 让你知道怎么去去解决这些问题 好 咱们做第二 就是把照片给抵抵掉 第三 抵抵掉 好 大家都做一次吧 好吧 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要不算了 算了没时间了 咱们就不做了 看看我做就行了 好 然后呢 第四个咱们也不用做了 第四个就是基本上就是 在input的时候呢 把你刚刚 create的那个preset metadata copyright 给用上 咱们刚才已经做了 就不做了 好 咱们做第五项 刚才有人提到 怎么去这个 打开不同的catalog 咱们做这个好不好 好 大家到那个file下面 选择 这个第三个open recent 这里面会把你最近 一段时间用的一些catalog 都会列出来 然后呢 大家可以选择 比如说另外一个 想你有的话 想你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大家选一下 我就不做了 因为我的那个lightroom 那个打开一次 要几分钟 我就不做了 大家自己做一下 这就是怎么 在几个不同的catalog 里面去switch 这个就是 你是create那个catalog 因为第一节课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你createcatalog 也是你把一般情况下 你是怎么样给它起名的 也是根据你的照片 是吧 像我的话 我就是用我的名字 再加上这个年 比如说我原来的一个catalog 就是 我给你看看 就是单photo2018 就是说我在2018年的时候create的 对 这名字就是说你只要方便你记忆管理 你知道这个catalog是干嘛用的就可以了 自己记住就可以了 那田老师这个catalog取来以后还能再改名字吗 不能改了 就是你到physical的那个folder 把folder名改掉也不行 最好不要改 因为你改的话 其他的reference都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catalog名字弄好以后 你建议不要改 改了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大家看看这个我在2013年的时候 比如说帮这人拍birthday 这有一个另外的一个catalog名字 就名字就是meaningful 你知道是那些照片 那些folder是干嘛用的 那个catalog数据库是干嘛用的 就可以了 好 大家都做了第五题对吧 怎么在不同的catalog里面去switch 咱们下面呢做一下这个collection的练习好吧 首先呢咱们做一下这个regularcollection 咱们再重新做一次哈 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 去建立一个新的那个regularcollection 先做一下regularcollection 这个这个collection干嘛用呢 regularcollection 我看看照片哈 我的照片这里还有 这是在我的那个desktop上的 这样吧 这样吧 建立这么一个collection叫气球节 有几张照片是气球节拍的 大家到这个collection里头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呢选择createcollection 名字呢就叫气球节 然后把这一二三四五张照片 给它拖到那个你刚刚建立的气球节的 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 运用两个办法 第一种办法呢就是 manually drag到那个collection里头去 然后我要求大家用两种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 把这个collection呢 给它变成targetcollection 然后用shortcut b 把这照片加进去 好大家操作一下 我这个我的folder里面照片怎么不见了呀 你没有像我那样delete掉吧 我没delete掉 那你自己重新回到folder 刚才就是重新 我这个重新弄了一个新的catalog 那你又换回来吧 因为你换的catalog里面没有照片 那你再换回来 那我觉得 一定要记住 collection呢是一个像大伞一样的 我在讲它的hierarchy 这个hierarchy 最大的呢是这个catalog 数据库 然后下面呢才是这个folder 你那个lidin 你刚才那个第二个catalog里面 都把它设定了 所以就没有照片 然后你回到那个 第一个catalog里面去 我把它 我把我新建的把它删掉 可以吗 可以 好 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我还是按不掉了 那你不用那么麻烦你就回到刚才那个那个lr training那个地方那个catalog去 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我怀疑你是不是没有选对这个 那个catalog数据库没选对 等一下我重新 你就回到咱们今天上课一开始的时候 你用了数据库 用那个就可以 所有的照片都没了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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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fizically把那个folder给delete掉了 我就刚才重新试着建了一个这个新的catalog 对 结果就那些东西就没了 那你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 你建立catalog以后 你有没有做import 没有 那当然了 你没有告诉 那个lightroom 你应该用 把那个照片放到lightroom里面去 lightroom怎么怎么会display照片呢 因为我的照片本身就已经在里面 已经在import里面了呀 你刚才 你刚才回答我 你没有做import 我只是刚才唯一做的就是一个 我新建了一个就是catalog 你新建立了一个catalog 对吧 对 但你没有做import 没有 那肯定啊 那东西 按说跟它没有关系啊 它不应该那个什么的 我只是建立了一个lily2021 没有没有没有 没评论我的意思 你每当建立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尽管这个照片 是在fizically在那个folder里头 你还必须让lightroom知道哪些照片 应该到这些数据库里头去 这就是建立一个referenc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所以你必须有这么一个import的一个step 这个import 并不是fizically把照片给放进去 而只是给它一个reference 我重新import一下 OK 那老师像那个 我现在把那个气球改成了target collection 然后那个风景的那个就自动消失了 对我刚才讲了吗 任何时候只有一个target collection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我设的那个met data 还有那个keyboarding 只能是在import的时间加上去是吧 就是 没有我刚才讲了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import的时候 对吧 第二个办法呢 你就是import以后 比如说现在 你可以点击任何张照片 到这个keyboarding这个地方去 就没有给加上 或者到这个metadata里面去 去给它加上 但是不能就是说整个fold的全部加上 就只能一张张的加了 如果你已经import完以后 对 你要是要做个batch的话呢 建议你是在import的时候加 OK 如果你import完了再加 就只能一张一张的加了 是吧 对 好的 谢谢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好 咱们 第六题 做完了 然后呢 第七题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是联在一起的 把这个 这个气球节变成一个target 然后呢 把这个照片加进去 好 好 咱们下面呢 做一下这个smart collection的练习 这一次呢 咱们这样 咱们建立一个smart collection 取个名字叫 美人五星 好吧 五星 美人 然后呢 把所有 那个人像照片 都给他弄成五星的 还加上 另外一条件什么 就人像吧 还是跟他一样好吧 两个条件 第一个 那个star rating呢 要5 star 第二个呢 就是 这keyword 里面含有这个人像 老师 老师 我加了 在那个keyword里面 加了本来就有的这些 你说的keyword 就是training 04 14 2012 2021 然后再加了人像 五星 结果这样 美人五星里面 263张照片 你会有260张照片 对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重复变成263张照片进去 那很多照片可能是重复的 可能是 你可能不小心copy了 没关系 不管多少照片 只要就是说 你理解这个concept就可以了 对对对 谢谢 你给他一个定义 对吧 他来动就会自动的把这些照片 按照你的定义去加进去 好 大家都完成这个练习了吗 好 咱们那个 再 多一个step 你把 七张几个人像 比如说两张人像 把他那个star 变成两星 然后你再回到那个smartclash里面去 看看那照片的那个number是不是变了 好 那行 那这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哈 讲的东西呢 比较多 大家呢 建议大家就是 下了课以后呢 自己再 练习一下 按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step 练习一下哈 咱们 把今天要讲的课 再总结一下好吧 咱们今天呢 是这个library里头的第一节课哈 讲了 怎么 去 真正的physically copy 的option 做import 对吧 就把照片 怎么从memory卡里头 输入到lightroom里面去哈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右边那个destination 右边那个pandle 那个那些option 然后呢 咱们讲了 怎么 在import的时候呢 用 你已经 建立好的preset 那个metadata 把这些照片都打上 都有那个keyword 或者是metadata 然后呢 咱们又讲了 这些 这个 不同的catalog 以及 怎么去调它的 那个performance 然后呢 再开始呢 咱们讲了 这个 preference 对吧 怎么 变那个 update 这个language 这个中文啊 英文啊 还有这些 这些folder啊 那个thirdparty 那个plugin啊 然后呢 最后咱们讲了 这个collection 有两种不同的collection regular和smart 怎么去 把collection 变成target collection 然后呢 怎么去运用这个shortcut b 增加或者减少照片 好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哈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大家可以 可以那个下网了 下线了 有问题的话可以 呃 stay on 谢谢天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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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啊 有点 其实